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 和發展局局長黃偉倫 舉行記者會 展述施政報告中的相關措施 陳凡講解有關運輸方面的主要措施時 介紹多項跨境鐵路項目的工作進度 為了進一步促進與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 深港政府已成立 推動港深跨界軌道基礎設施 建設專班 共同構建軌道上的大灣區 特區政府正積極考慮 通過北環線支線 經洛馬州河套地區 接入深圳的新黃江口岸 也會通過專班和深圳共同探討 優化羅湖口岸的交通接駁的建議 與此同時 專班亦已展開連接洪水橋和前海的港深西部鐵路的研究 以加強香港和深圳西部的交通聯繫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亦都提出在現有羅湖站和上水站之間 增設一個新鐵路站 和將北環線向東面和北面延伸 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和內地相關當局 正敲定港珠澳大橋港車北上不設配額計劃的實施安排細節 並致力簡化申請程序和降低手續費用 兩地政府並同意計劃可以稍後延伸到另一個連接香港和深圳的陸路口岸 讓香港私家車可以無需配額穿梭越東越西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 提升和鞏固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航空樞樓地位 特區政府12月會招標出售位於青衣的港口後勤用地 發展多層港口後勤兼現代物流設施 支援港口和物流業運作 特區政府亦都會全力協助機場管理局 加強機場中轉樞樓功能 為國家以致大灣區發展作出貢獻 房屋方面 房屋委員會會研究重建西環村和碼頭圍村 而為了改善居於不適設居所家庭的生活 現屆政府推出過度性房屋 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以及立法定立劏房租務管制三項突破性舉措 當局已未得足夠土地 提供原定目標1萬5千個過度性房屋單位 為讓輪候公屋多時 居於不適設居所的市民 改善居住環境和生活 不適設客 filmed 主任隨便 開房間